Après Also Free några詞上 intervals 作曲方面 作曲臺貴 花協花飛 人生有幾個春秋 緣起緣綿 不留情 愛過才知情農 海時山 nooit 最难是你的笑容 请为何我不能懂 为爱你在梦中 花也长空无影踪 怎么能挽留万世随风 终究发现一切在心中 有你风也轻雨也紧 我甘心灵不尽 有你看冰手如风景 听沧桑思念诗歌 潮起潮落伴你漂泊 爱你一百年也会值得 不愿人生入闻 你错过只是为我 我把他当兄弟二十几年 他也没有理由要背叛我呀 可他真的就那么做了 他口口声声说喜欢文悦 可他也照样收下了 玉华的金钗 不是吗 我并不想随意污蔑他 但爹不在家 如果他们母子存心不良的话 我们总不能没有任何一丝丝的防范吧 父母 你是总管 你跟我爹跟了有二三十年了 陈家好不容易创下了这番基业 而我呢 是陈家唯一的血贤儿子 所以我和你都有责任 看好这个家呀 是 老爷临走的时候也特别交代过 要多辛苦一点 多担待一点 那就是了 那就是了 所以我们是责无旁贷 对 是是是 是是 是是 这一间房就是你的了 你以后就在这里了 少爷 这一回可跟以往不同了 这回是你亲自接我回来的 你可得言而有戏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没心没肺的 想赶我走就赶我走 我这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要想在你们陈家当政牌的少奶奶是难了 可是你也不能把我当丫鬟看 你对我 得多一份尊重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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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你两片袖子 你就当它是翅膀要往上飞了 反正你也知道 这个家就我对你最好 而且因为有了我 人家赵大小姐才会把你当回事儿 是你做的 你说什么 你派人让我送布料来 我送来了 你 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你少跟我装算 我说什么 你心里最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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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宝贝 君山 君山 我听听说你被人抢了 伤得怎么样 文玉 你不用担心 就是划了一道口子 看过大夫没打碍 怎么会这样呢 是我自己太过大意了 我爹说本来是贴重少爷主动要去收账的 是姨娘坚持要拟去的 这就是最糟糕的 现在大哥对我是一脸的怀疑 我真对不起我娘 君山 你放心 等抓到歹徒之后 我爹还有少爷就会相信你的 你说不过他不相信我 他说什么 我爹我爹说整件事情都有问题 他还说少爷有点怀疑你跟你娘搞鬼 为了这件事情我跟他吵了半天了 文玥 我真的没和我娘搞鬼啊 你要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了 只是 只是少爷已经对你很不谅解 又出了这事我担心你们 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很坦荡 倒是你 别为了我这点小事 跟你爹闹得不愉快 我知道的 可是我很生我爹的气 他也真是的 他又不是不知道你的为人 他怎么能随便诬赖姨娘和你呢 不过他已经答应我了 不再对你胡乱猜疑了 你在看什么 啊 啊 没什么 哎 时候不早了 你快去绸妆吧 路上小心一点 啊 我先走了 嗯 你帮我干什么 我还没问你呢 你跟踪巨山干什么呀 我没有啊 你还没有 我明明看见你鬼鬼祟祟跟着他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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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你跟着他 谁要你跟着他 是 说 是福管家的意思 我爹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答应我你要相信巨山的 你又派人去跟踪他 你怎么说话不想信用 我又没有恶意 你还说没有恶意 你根本就认为巨山是个坏人 是个小偷 我也是想把事情搞清楚 爹 巨山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被抢劫又受了伤 也报了爱 你还要他怎么样嘛 去去去去 我是怕他被人利用了 所以才让竹姐跟在后边 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跟他接触 如果没有 那就证明他是清白的 这有什么不好啊 哎呀不好 平白无辜被人侮辱跟踪 如果被他知道了 他以后怎么在陈家待下去嘛 你就知道替他想 你怎么不替我想一想啊 老爷现在不在家 我的责任就更重了 你知道不知道啊 那你也不能随便怀疑别人吧 人是会变的 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 秋夕他以前是好人 可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陈家有这么大的一份产业 那谁知道 他们的心眼会不会也变了呢 爹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有什么证据 还是发现了他们有什么不对劲啊 真的 那里外游和夫人怎么去人事啊 救护这个 反正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一定不难处 没有 我还没有拿到什么证据 哎 好了 你一个女孩子家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哎 你哪里 幸好 我真羡慕您有一个好母亲 天雄少爷 她可就没这么好的福气了 你说话不用拐着弯 是大哥叫你来的 还是你自己 胡家虎为 大哥 你在这吗 不要这样了 少爷不在这 是我替他抱不平 你哪一点比他强了 要不是你娘跟你撑腰 你凭什么气到他头上 就连少爷主动要去收账 你们母子都不给他机会 还怀疑他会侵吞公款 还好老天有眼 让你半路被人打劫 这叫报应 你 看老爷回来 你们母子怎么向他交代 是我自己太过大意 等老爷回来要赔要罚 我任凭他处置就是了 但是现在 用不着你替我担心 慢点 我被抢劫的事 我担心 你还没关系 你怎么能打开 我担心 你能打开 我担心 你对我担心 我担心 你快担心 我担心 你可能会 你不能打开 我担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别说 这样就够了 对了 她最近还好吗 你要是想知道的话 你怎么自己不去问她呢 你们毕竟是夫妻 都住在同一个屋子里 总不能一辈子都不理不睬吧 discussed 说明镜与点栏目 结果是蛮大的 我刚回来你就背着我搞这种事情 你把我当什么了 不开心了找我吐苦水 开心了就把我卧在一边了 我不要 我一定不让你们复合 你们一和好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小姐吃饭了 你再给老爷和夫人谢信啊 是啊 爹和娘搬回关田老家都大半年了 我只给他们寄过一封信 拿起笔 都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报告近况 夫人老爷 要是知道你在这里过的是这种日子 不知道该有多伤心呢 小姐 我刚才看见姑爷了 小姐 我知道她伤透了你的心 可我看得出来 她还是非常关心小姐的 她看你吃这些素菜 还担心你营养不够 还叫我 别再说了 小姐 你以前对姑爷不是这种态度啊 以前我对她有期待 我以为她知道我跟君山是清白的之后 就会改变她的心态 没想到是我错 她根本就是个不成熟的人 她为了怨恨君山口出恶言 还不惜践踏别人的尊严 春儿 我只想 过平静的生活 我不想她再来打扰我 那不是便宜了如云那个丫头吗 我们就不要再跟如云计较了 她只是想嫁进陈家 想找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 其实 她自己在做什么自己都不知道 说到底 如云也是一个可怜的人 天雄不是真心喜欢她 我不需要你可怜 我不需要你可怜 相反的 这回可是天雄少爷特地去乡下把我接回来的 她说了 她离不开我 你来干嘛 这里不欢迎你 你出去 你凶什么 你家小姐都没说话呢 你一个丫头 胆子倒是不小 没事 你是不会来的 有话你就直说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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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去打听一下 春儿 月花是不是来找过你 你怎么会这么问 有人看到她半夜偷偷来看你 谁说的 谁在这儿没有的是胡乱说 你把她叫来跟我当面对峙 反正有人看见就是了 她说过让我不要把她名字说出来 你这个女人 大哥 这件事可关系到我跟大嫂的清白啊 你怎么能听如云随便说说 你就相信她呢 大哥 大嫂不是一个不知轻重的人 她自从到了陈家 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她自己心里最清楚 如果和我见面 会惹出什么麻烦 你觉得她会那么笨吗 赵常理说她是不会来看你 可是听说你手受伤了 她偷偷跑来看你 那也是人之常情 你这个女人 你这个女人怎么心肠那么狠毒啊 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呢 你不要推得一干二净 出而向何香打拼你受伤的事情 何香全都跟我说过了 那这又能证明什么 证明玉华的心里面还有你 大哥 大哥 我一向都很尊敬大嫂 我相信大嫂 也只是把我当小叔子来看待 这是什么 少爷 男人的房间里 怎么会有耳环呢 这 这会是谁的呢 这我也不知道了 你真的不知道吗 那不是文悦的 就是玉华的了 你应该认得出来 这是玉华的 你还骗我说 玉华没有来过 你怎么解释 大哥 大嫂根本就没有来过 她怎么可能把耳环掉在这儿呢 你一定是弄错了 少爷 有没有弄错 去问问少奶奶 不就都清楚了吗 大哥 大哥 你冷静一点 放手 怎么 心虚了 我没有必要心虚 没心虚就别碰我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到底要做什么 等你们两个闹够了 请你们离开 少奶奶 别急 好戏才刚刚开始 你可不能走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这只耳环是你的吧 是我的 另外一只呢 无记者在哪里了 我告诉你 是你昨晚去找君山的时候 留在他房间里了 你胡说什么 你还装算 大哥 你不要被骗了 肯定是有人要陷害我们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还想抵赖 这只耳环 是在君山的房里发现的 这就是 你们两个偷偷私会的证据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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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 怎么说得出口呢 我看 还是我来替他说吧 君山少爷和少奶奶 在夜里私会 少奶奶的耳环 掉了一只在他房里 你说 这天雄少爷 他会发什么疯呢 我看等会有一致 我看我看他这次怎么可能是谁人是和我生的家人生的戏银行 感谢观看 你呢 人来了就好了 带了这么多的礼物 你我怎么承受得起啊 福伯 我跟老爷从来都没有把你当过下人呢 你不用这么客气 我今天带淳美来 就是为了谭君山和文岳的婚事 该有的礼数当然一样都不能少 是啊 是啊 福伯 这些礼物你收下了 以后我们就是亲家了 你们高兴啊 我更高兴 你说我们三家啊 绕过来绕过去 都是亲家了 我们又都住得这么近 那可都是一家人了 你说这多好啊 能不能成为亲家就等福伯一句话了 这有什么呀 这街头巷尾谁不知道君山和文岳是最合适最要好的一对呢 我只不过剪个县城的媒人 这红包我穿得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爹 喝茶 姨娘 喝茶 淳梅姐 请喝茶 你看这文岳是越长越漂亮了 难怪秋夕急着为君山说梅呢 那当然 这么好的姑娘人人都要抢 君山动作不快点 那怎么行呢 姨娘 你也嘲笑我 我说的是真的 君山要是能娶到你 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文岳 恭喜你 君山现在是陈家的少爷 你嫁过去啊 那可就是陈家的少奶奶了 只怕我家文岳没有这个福气啊 福伯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 对不起 这些礼物 如果是自己赢了 还是要赢了 你赢了 不是 如果是阴主 你赢了 声音 谣账 你赢了 你赢了 问你 也要是 让你赢了 我 plantation 就不会赢了 是嫌我们家军山不够好 怕文玉嫁过来会吃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再泡进去 这是给你的 谁叫你给我的 位 少爷 少爷 请不吝点赞 他被抢的包就在他的房间里 如果能找出来就能证明 他被抢劫是他自己在搞鬼 你们怎么知道的 有人写纸条通知的少爷 你看 这纸条谁写的 不知道 一个小孩子交给我之后就跑掉了 你连谁写的都不知道 怎么能随便相信呢 我也不相信 有人来告密 我总得进来翻翻看 爹 爹 爹 你快出来呀 床底下那么脏 爹 你快出来呀 绝山他不是这样的人 爹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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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少爷 两个小孩子 有个小孩子 有点 好 可怜 老大 老大 都会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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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到底是谁所为 我们还不清楚 如果警察查出来 歹徒另有其人 当然可以换君山清白 但是如果警察查出来 真是姨娘和君山两人合谋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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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伯 你说句话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放他手上呢 他是大少爷 这要是交给他保管也没什么不对 你 你就不怕陈家的钱财会被他挥霍掉吗 你说的什么话 陈家的钱财只有我 陈家子孙陈天雄才有资格保管 我会不会挥霍也不关你的事 当然关我的事 我已经嫁进陈家 我就是陈家的一份子 听老爷的话 保护陈家的财产包括管教你 这都是我的责任 你快把钥匙还给我 我爹 识人不明娶了你 还把钥匙交给你 那是他不知道 你们母子心存不轨 另有企图 你说什么 爹 你说我们母子心存不轨 你说清楚 你说呀 难怪你会把福伯和文月都找了 显然你对我和军山的怀疑是肯定的 没关系 你说清楚 我们母子有什么心存不轨的 你们两个趁我爹不在的时候 想谋夺陈家的财产 你怎么可以血口喷人 我有没有血口喷人 福伯和文月最精重 文月最精重 巨山 弟兄少爷 他在你的房间里面找到东西了 别忘了